打敌人百分百爆红的方法 别说还真有 注意看 眼前的这个男人叫小美 他正在开开心心的铁包 丝毫没有注意到危险已经来临 正当他将六甲脱下 换成五甲时 他就 地铁扶平拿加强 五图辐射找关键 本期呢我们来挑战有36规方打击 来给粉丝扶平 这位粉丝呢还算有点加厉 给我掉 给我打两局的 就是呢从不可能有点压力 进游戏啊 第一件是先看一下我的36倍镜 还管用吗 哼 不愧是官方出品的物理外款啊 就是耐造 观察一下脸上这个初春脸 一个 两个 三个 算了 少造杀脸 饶他们一命 前面这个防具的枪身呢 我觉得可以再观察一下 一个 两个 三个 又是三个 不过好像都还是瓢仔 这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啊 对了 想完这个36倍镜啊 只需要三根手指 同时点击屏幕两下 就能开启了 所以建议三只以上的玩家呢 打架的时候就不要开了 不然啊 就会像我一样 适得其法 因为啊 开启这个超级倍镜啊 会断绰一下 非常厉害操作 我以前都不知道被这玩意 害死多少次了 所以大家在观察敌情的时候 用弄就行了 打架的时候啊 千万要关了 我丢 这破地方 来了几对啊 打都打不完 OK 最后两个呢 都是直死的 应该是没人的 对了 我来做个小调研啊 平常大家要是在游戏中 同时爆出了 赶金兵共和不常用的金子枪 大家会怎么选呢 一般情况下 我都是干贝剑 赶贝全粉配的金价比 肯定是高于绝大龙属金子枪的 诶 海边好像有人在打一龙 再来瞅一眼 哦 是六甲 看来得认真点的 刚才过来的一个 在家对面还有个在打我 别人比较分散 逐个击破就行 不是直死死的 那肯定不能铁猫 再偷偷我的大宝贝 再来观察 嘿嘿 被我逮到了吧 不定 传业又加了 又拖了 鸡不可食 是不再来 还想偷我 哇 问问我的三十六倍镜 再说 这把男金人靠着放大钱 差了十二个玩家 就一个字 说了呢 再来 上马光转抓妹了 这把呢 目标进服人赚钱 OK 红云当头 这把必须 哇 去 哇 去 哇 去 喵 什么红云当头 明明是雪光之在 飞逼我开科技打蛋白是吧 他蒜 sub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没 安全 奔放 其稳定 用过的都说好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三连哦 下期见